好,那谢谢我们张务师长跟师傅的所有委员 还有我们府外的委员,大家午安 那我想广直开发这个案子 我们在这边也开了好几次会 那我在这边应该提出一个意见 我想法务局也在这边 就是说如果说这边的公营住宅 它是不是等同机关用地 这个要先厘清 如果公营住宅等同机关用地 那么两百亿就可以做四百 那如果说公营住宅不等于机关用地 那我们政府就不能带头为话 否则的话刚刚有民众提到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要让福德这个地方 成一个大的开发期 让旁边的大人里大道里 或者是周围的五百公尺 甚至一公里 他们应该统一纳入一个新兴的重化计划期 通通都适应四百 如果通通都适应四百的重机 那我想日照型的问题起码将来就可以解决 因为大家都一样的高 那不然的话 真的不能说我是公营住宅 因为我的认定是住宅不等于机构 不等于机关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强行的过关 我特别要提出来讲的这个一点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解决了 那我认为应该市府要尽快的不能耽搁时辰 要把事情越弄越浓缩 不要越放越大 要在捷印东沿完成的时候 要同一个时辰 要到广池 拨外远级也开发完成 所以我认为尽量的要商业级要靠哪里 靠福德街这一带 因为将来可以跟捷印东沿段能够共构 能够完成一个结构的连接 那这里的日照跟结构 大概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至于社会用地的200亿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不要常行过关 如果不行的时候 我们先用200亿的农金去计算 去起建这个设施 不要强行 那么将来如果政策有必要 将来如果各方面都能够水到其成的时候 我们再顺势调高为400 留下来的农金并不代表未来不能中 我简单几个例子 当时好市长家里被挤报为件的时候 后来为什么没有查报 为什么不用拆除 因为它的农金还有医额 就是农金有医额 所以它是滑款补兆 那我想胡市长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把农金先控下来 以后有必要再来处理 那不要说假这个 假这个机关自民行 盖公益之时 那这样子是不符合 成立正义跟公平 另外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就是 我想这是好市长 公盈出宅的真的是好市长提出来的 那各位在座有很多是我们市府的 几次所长包括是府内的所长 那我想大概大部分都不会违背市长的意思了 所以因此如果说代表在表决的时候 我看各位府内的应该要回避 让社让我们府外的 府外的写者 你们评评我刚刚所谈的道理 有没有真实有没有真正切 因为这不是华中其统 这是要益中求同 而且要迅速的 迅速把它求同 我们不能等 让人家看笑话 人家高速公路都已经干了几条了 我们的广直还在那里躺8年躺10年 这对老百姓来讲实在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求我们单位应该尽速的来厘清 那不要强度关山 有正义的地方可以占割 没有正义的地方应该迅速的去执行 那对于有正义的地方 我们事务结束所长 不应该参与来表决 因为这样才能够公平 这是我想很重视的一个诚信 而且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谢谢 谢谢张医员的提醒 我想我也再简单讲一下 我们会尽量尊重国外文威 我想上次我们在广西安也是这样做 所以放心 好